你想烫死我呀 这个女人故意将送饭的托盘放下 直接用手将汤碗端出去给自家的长弓 长弓一开始不敢接 等女人娇沉之后 才将手放在狭窄的碗盐上 两人的手果然碰到了 方寸大乱的黑娃 直接端起热汤就喝了起来 小鹅被黑娃的窘向给逗乐了 而黑娃为了掩饰尴尬 只好拿个馒头不停地往嘴里塞 小鹅还在关心为什么黑娃回来这么晚 会不会饿 从来没被女人这么温柔对待过 黑娃十分慌乱 碗油阔面 才能填饱肚子的黑娃 居然说不饿了 此时小鹅看着黑娃落荒而逃的样子 心知肚明的她忍俊不惊 晚上黑娃仍旧在回想白天的事情 她对小鹅完全没有了解 只以为她是东家专门请来做饭的 旁边的工友解释说小鹅是郭举人的小妾 但是大老婆管得言 因此每月只有一天去小鹅房里 睡不着的黑娃出来上厕所 却听到一阵凄厉的哭声 还夹杂着鞭子抽打的声音 第二天黑娃像往常一样遛碗马回来 她随口抱怨马发情让她回来的晚 守在洞口等她的小鹅被逗得知晓 黑娃连忙害羞地低下了头 回到院子里后 为了表现自己 黑娃特意跑到小鹅院子扫起的来 礼物的小鹅对着镜子正梳妆打扮 她志得意满 开始实施自己的计划 先是朝院子外扔了一个蓝色包裹 里面装了两块香甜的饰饼 然后又让黑娃给自己干水 吃过小鹅饰饼的黑娃浑身充满了干净 一连淡十条水都可以 但小鹅的意图却不止如此 她端着一盆衣服出门 然后迅速倒在地上 黑娃看着摔倒在地面目猙獰的小鹅 犹犹豫豫的她无从下手 于是只好起身去找郭掌柜 可是小鹅将她叫住了 她说自己是轻伤 扶进去歇议会就没事了 黑娃顾忌男女授受不亲 不敢上前 小鹅却丝毫不在意 她伸出手撬着兰花指等着黑娃 于是只好走到跟前 两只手掺着她的手臂 而小鹅细嫩的小手还紧紧地抓在 黑娃健壮的臂膀上 正当要跨过门槛的时候 小鹅突如其来的假摔 又倒在了黑娃身上 黑娃心跳加速 喘着大气不敢看小鹅一眼 然而小鹅的表演却并没有结束 还没走两步时又摔在了黑娃的怀里 黑娃这一次被小鹅彻底地拿捏了 两人完全没有安全距离 简直就像一对情人 小鹅的眼里像是放了钩子 黑娃根本不敢动弹 小鹅眼带春水 含情默默地告诉黑娃 以后你甭叫我二姨了 你应该叫我姐姐 两人间的激情一触即发 但黑娃心中的道德感拷问着她 转身就冲到了井边 试图用一桶冷水 浇灭心中被小鹅聊起的灶火 可是小鹅的诱惑力实在很大 这冷水没能浇灭她心中的激情 又冲进了小鹅房间 可是这回的小鹅却不似开始那般内容 反而带着难言的愤恨 你觉得我骚情是不 你觉得我对不住我男人是不 他直接将身上的衣服解开 却不是为了勾引黑娃 而是展示那些被衣物遮挡的伤痕 原来郭举人因被大老婆管理 很少有机会碰小鹅 他心中的邪火转化成暴力 尽数倾泻到小鹅身上 黑娃看得十分心疼 他再也没有任何顾忌 紧紧抱住这个可怜的女子 这个男人趁没有人看见 偷偷溜进厨房 一把抱住干活的女人 女人是东家的小妾 他奋力挣扎但没有呼救 怎么也挣不开这个大力的怀抱 干脆一口咬在黑娃有黑的手臂上 黑娃面目猙獰 也只能忍着不敢发出一声喊叫 小鹅含着眼泪忧怨地看着他 我等了一晚上 自从小鹅展示自己的伤痕之后 两人关系就更进一步 黑娃日思夜想睡不着觉 拿出了小鹅给的士兵赌物私人 白天下地干活的时候也神情恍惚 每一下漫不经心的锄筒 都精准地除掉了地理的庄稼 回到家吃过饭的黑娃 趁工友都走了之后 便借着到干水的机会 悄悄溜进了厨房 然后便告诉小鹅 自己晚上会来找他 得到小鹅的默许后 黑娃心神荡漾地跑了出去 可慌乱地她刚一出门就摔了一跤 小鹅透过窗户 看到黑娃猴急的样子 也没忍住眉开眼笑了起来 夜幕刚刚降临 小鹅就为今天的优惠梳妆打扮 但这个夜晚太长了 左等右等 小鹅也没等到黑娃的身影 这时的黑娃还在茅房外纠结 可是她深思熟虑许久 还是转身回了宿舍 原本她是想前去赴约的 等两个工友都睡着了 便捏手捏脚地往马棚外面走 不敢发出一丝的响声 可是这时一个工友 还是被吵醒了 黑娃只好谎称自己要方便 结果工友竟要和她结伴同行 不知情的小鹅 还坐在屋里等着黑娃的到来 还时不时地趴在门口 听外面的动静 黑娃的爽约 让期盼已久的小鹅很是气愤 给长公端饭的时候 把一脸的怨气都挂在了脸上 把饭菜重重地放在桌子上之后 没看黑娃一眼就离开了 其他的长公都在揣测 小鹅生气的原因 却不知道罪魁祸首就蹲在一旁 黑娃心里有些愧疚 吃过饭之后 主动提着干水桶又溜进了厨房 这才有了最开始发生的一幕 看着人面桃花的小鹅 楚楚可怜的模样 黑娃一时间不知该如何面对她 可这时忽然来人把黑娃叫了出去 说是一会要去给东家割刀骨 眼见的她看见黑娃手臂上的伤 黑娃借口说只是在厨房不小心刮到了 随后便谎称 她晚上要去趟亲戚家取双鞋 夜里就不回来睡觉了 厨房里的小鹅却知道 黑娃这是在说今晚她会来找自己 晚上黑娃一开门 穿着清凉的小鹅端坐在床上等她 两个人干柴烈火一碰就着 你不知道那个老家伙他有多狡猾 这大理夫天天看着她 她还经常半夜起来查我 这个女人知道丈夫遣散家里其他长工 唯独留下眼前这个男人时 顿时紧张起来 她无法想象东窗事发之后 会被怎样对待 干脆让心上人带自己离开 哪怕是要饭也比现在提心吊胆强的多 谁知黑娃却觉得这里的生活很舒坦 并不打算离开 小鹅只好放弃自己的幻想 礼物里互诉钟情的两人 没有发现 窗外有个身影一直站着 当黑娃赶回马棚的时候 正好撞上了九等多十的郭举人 心虚的黑娃 借口说自己刚才上茅房去了 可是郭举人却已经了人 他和小鹅之间的勾当 当即将黑娃赶了出去 这样还不解恨 没走多远 郭家的两个侄子追上了黑娃 说是郭掌柜让他俩来给黑娃送行李 趁黑娃放下戒备后 将他拍晕了过去 并且还用马拉着黑娃活活拖了几里地 最后在一个荒郊野里 把他给扔进了沟里 等黑娃拖着受伤的身体 一瘸一拐地回到郭家寻找小鹅时 却得知小鹅已经送回田家沟了 是花大把 撇着肩负严腹的外衣 一路瞧着啰嗦回去的 他又跋山涉水来到了田家沟 在这里还找了一个新东家作户 因为是来寻找小鹅 他干脆不要报仇 只要提供吃住 听得抠门的田秀才欣喜不已 跟着田秀才来到家里吃饭 可谁知这是端饭出来的 竟然是他魂牵梦绕的小鹅 黑娃这才意识到 自己这个东家就是田小鹅的父亲 俩人四目相对 彼此都很默契地忍住没有相认 到了晚上 黑娃悄悄潜入了小鹅的房间 两人久别重逢 黑娃为了在田秀才面前贬心一番 便让他们俩先吃 自己再干一回 田秀才直呼老天眷骨 给他赐了个这么勤劳的长公 当田秀才端起自己的碗准备吃面时 一毛不拔的他 竟然还要看一下黑娃的那碗面 当看到里面有不少油辣子和面食 大呼浪费 长公饿不死就行 还把多的都倒在自己碗里 眼看父亲就要把黑娃碗里的油水 一滴不胜地全部倒走 于是小鹅便打算叫黑娃赶紧过来 却没想到引来父亲的一顿责骂 还把他赶回了家 可当黑娃过来吃饭的时候 田秀才舔着碗的同时 还不忘埋怨女儿和长公偷情 让自己在村里丢尽了脸面 他居然不记恨郭绝人 而是怒骂长公让他丢掉 原本郭家每年给的年贡 心虚的黑娃听到他是如此记恨自己 吓得他连忙撂下没吃干净的碗筷 准备去干活 可是田秀才却让他把碗舔干净再去 黑娃从小就是在穷 白家也没有让田碗的规定 田秀才干脆以身作则 拿起黑娃没吃干净的碗就开始舔起来 他一点都没有反感 这是别人吃过的碗 反而舔得十分享受 看得黑娃一阵恶心 这未来老丈人的抠门 他算是见识到了 回去之后 黑娃照例和小娥缠绵 小娥十分清楚自己父亲的贪财程度 知道他和黑娃没有未来 干脆把握当下 可是黑娃却说自己有办法 原来这田秀才有数钱的习惯 每天都要一一清点他的积蓄 只是他却不知道 自己藏钱的地方早已被黑娃看在眼 第二天下地的时候 黑娃为了取得田秀才的欢心 于是便学着他的模样也舔起了饭碗 田秀才见状甚是喜欢 黑娃觉得实际一到 就试探起了他 说他可以当上门女婿 可是田秀才一听到这个就变脸色了 他怎么会同意一个穷小子当女婿 于是一言不发地离开了 走之前还顺手拿下 站在黑娃嘴角上的一粒女饭 塞进了自己嘴里